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结束八天七夜台湾参访行程 今天下午离开台湾 等级前他强调明年会特别加强两岸中小企业以及青年交流 也预祝在北京登场的两岸货贸谈判有好的成果 马上就要离开了有点意义不舍 我觉得还是会很想念台湾的 走了东部走了最南端又参加了企业家论坛 看了一些生技企业农业精致的产品 也看了一些旅游景点 我感受很好 我对明年两岸如何加强交流 特别是中小企业和青年人的交流有些构想 陈德明以及参访团一行人 今天下午三点三十五分搭乘华航班机返回北京 我帮海基会副董事长施惠芬到机场送行 陈德明登机前表示 这次访台的感受很好 不过因为陈德明所到之处 常有零星抗议 所以航警局也派遣大约一百名的警力到机场戒备 下午两点多出进大厅外 聚集了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但是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